大家好我是小編 那這個禮拜大家很期待的暗黑騎士的這個技能終於開賣了 那他的販售的時間呢是從6月19號的維修之後 一直到7月10號的維修之前都可以買 然後他的這個購買的地方是在騎岩商城 或者是你各村莊啊找魔法商人就可以買技能書的那一個 然后他就会让你用金币的价格去买 那总共贩卖的有两本 一个是冲晕 然后一个是反冲晕 那他的价格是1000万金币 跟3000万的金币 但是要注意一下 他这个金币的话是没有包含税金的价格 那如果加上固定的税金 还有你的承保税的话 可能会到1100万 那总共的话可能会花到4500万左右的这个金币 那终于暗黑骑士 终于可以这个脱胎换骨了 想要打架的明天记得至少花个1000万 然后暈眩之境 可以有办法去学的 也把它学一学 因为这刀之后 你都要花很大量的这个选蒙币才能买到 所以可以学的话 赶快把它学一学 然后再来第二个活动 是红色妖魔现身雅丁大陆 那这个活动其实以前有举办过 类似的 那他会在每一个 每一天哦 6月19号开始到7月3号之间 每一天的中午 还有下午的这晚上的这几个时段 就是12点55 18点55 19点55 20点55 也就是说啦 在世界王之前 前四场 不更正好 第一场 这个应该是第二场 然后第三第四第五场的这个 世界王之前 他就会出现这个红色妖魔 那他红色妖魔出现的地方 其实还蛮多的哦 沙漠的周围 然后齐岩城的周围 还有妖魔村庄也会 呃应该说 妖身也会有 然后甚至龙之谷的北边 或者是火龙窟的 呃北边 这边都会有 那他击杀妖魔除了会有大量的经验值之外 还会掉这个龙之绿宝石 这个龙之绿宝石 那这个的话 他就是让你去直接使用 那使用之后他就会补充 英海莎的祝福十个 那这个活动其实主要是在于他的大量的经验 然后一只非常多 我现在想不起来他那个 呃我现在想不起来那个经验大概是多少 但是非常多哦 可是你要注意一下哦 红色妖魔无法用自动攻击去锁定 他你必须要去手动攻击 所以你按auto的时候是无效的哦 那尽量的话是用枪手 或者是妖精 或者是装弓 远距离攻击会比较好抢怪一点 然后再来 呃 第三个 第三个世界副本 崩坏之岛终于上线了 那他的这个活动时间呢 现在是在安排在礼拜五礼拜六的这个 九点半到十点 好那他活动内容我们先看 好 维护之后每周五六的 呃九点半之前 七十等以上玩家就可以花十万块传进去这个 崩坏之岛里面 好那你也可以你可以从这个崩坏之岛logo上面去点 你可以从世界副本里面去点 好然后大家注意一下 因为他现在这边写的是 呃九点半到十点 可是他提前十分钟 以韩版来说他提前十分钟就可以进场了 所以这个要特别留意一下 他有点类似那个世界王 好世界王出来之前前十分钟他会提醒你那 崩坏之岛也是一样他会提醒你 然后崩坏之岛的话 他会采取匿名字 每个玩家看到其他玩家这个名称 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很难去互相击杀 没有你很难去针对谁 然后针对你的敌猛互相击杀这样子 然后 这个玩法 好这边 我们就直接跳过 因为后面这边会讲 然后崩坏之岛他总共有 1234 他总共有四个区域 第一个是村庄 好那村庄就是你移进去的时候 顺移进去的时候他会先在村庄里面 那里面有NPC 可以让你去做一些 准备 你准备买水啊买一些道具 之类都可以 然后 时间开始之后啊 他会自动把所有玩家传送到这个Round 1的古代雅丁大陆 这样地图 那这样地图他其实分成了是九个区域 那玩家 会分别被 分到这九个区域里面 那要注意的是 这个活动这个副本 他最多只能容纳1000个玩家 所以到时候呢 应该基本上 台服来说应该是容纳的进去 那 每张地图的这个分界点 你可以看一下他其实分界点是不互投 他分界点不互投 所以 你就是在你自己的地图里面打 怪跟打人就好 然后再来啊 这个地方你看一下上面这边 他是不能放 圣洁界绝评 或是幽冥防护大地屏障 隐身跟隐斗都不能用反击技能也不能用 瞬移也不能用也不能回卷 那你回春的是可以啦 那如果你在这个 任务进行的时候副本进行的时候你就不能按回卷你只能死回去 不过 他倒是还好 因为 这个 死掉的话 你出去嘛 出去的话你可以再按 再重新传送进去还可以 来我们看一下规则 玩家去在关卡结束之前收集到古代硬币 那古代硬币怎么 怎么拿 一开始大家都没有 但是你可以去击杀玩家 击杀玩家其实也不一定有 第一个是你要先拿到古代硬币 你打怪打怪会掉 他会掉在地上 你要去撿 然后剪到古代硬币之后你的头上就会出现古代硬币的图示 好那这时候如果说别的玩家也会出现吗 那别的玩家如果有古代金币在头上有显示的话 你就可以去打他 好那他会掉落一定数 应该说会掉落随机掉落一些数量的这个古代硬币出来 如果他死掉的话 他会掉落一些出来不会全掉 好然后 如果死亡的话古代硬币 会损失古代硬币 然后再回到古代村庄 那你要进去的话呢去找传送师花1000块就可以再进去了 好然后 他每两个分 隔两分钟他会出现巨大的弹 这个巨大的弹其实还好 他会掉一些卷肘 有没有拿都无所谓 重点是你要赶快 去拿到这个古代硬币100个 那 玩家必须在 关卡倒数结束之前收集 足够的硬币你才可以传送到这个下一关 好那如果你传送到下一关的话 他会给你这个 崩坏之岛第1阶段的奖励箱 那个这个后面那个讲 第2阶段的这个玩法跟第1阶段 基本上是大同小异 大同小异的 只是他 原本是巨大的弹 那这一关变成古代巨人的脸 好那 一样是掉一些卷轴啦 不过这个我觉得也是不重要 如果你成功过了这一关之后 你会拿到 崩坏之岛2阶段的奖励箱 然后最后 传送到第3阶段 好第3阶段的话 他就是比较激战啦 他这个就是最后的吃鸡活动啊 所有传到这边的这个玩家 他 会在里面 你就在里面PK嘛 这个岛其实不大 然后玩家入场1分钟之后 Boss 这个圣守护者会出现 然后 3分钟之后 岛会从外围开始崩塌 好那你要特别注意 他崩塌不是这个岛不见 我们从左边这个来看 这个小图来看 他崩塌的话 他会显示一个红色的 红色的一个警告图示 那如果你在他显示红色警告图示的时候你还踩在那个上面的话你会大量损血 可能两次你就死掉了 所以这个要 要特别注意 然后关卡会随机出现这个凝结的水晶 那你去打这个凝结的水晶 他就会随机掉落各种卷轴 还有一些药水 好那这个药水可以 就是 他都是一些辅助的这个道具 那也有可能你被强制变身 那这一关的玩法就是 你除了打boss之外 boss会打人 他主动怪 除了打boss之外 你还要想办法撑到最后 撑到最后 你只要撑到最后的排名越前面的话 他就越有 你就越有机会拿到更好的这个东西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崩塌之岛奖励的排名 第一名的话他是拿到第一名的奖励箱 然后 消耗之后随机获得 一样变身 那简单来说 这个就是红变箱 这个是红变箱 他会拿到这些红变这个大家在自己去做参照 然后第2名的话呢 就是拿到 封印的英雄制作秘籍 封印的红布 好那第3名的话就是封印的 这个红布但是他是制作防具的 然后第4名 4到10名就是保底的这个蓝变 他拿到蓝变卡箱 一样是拿到这些东西那都是荧光系列的 黑暗系列也有 好那这个大家在 再去参照 然后在后面的话就是 祝福卷轴啊 封印的防具蓝布啊 高级融钻啊 然后这样子 好那 奖励箱这个使用之后 你有机会拿到 你可能 你会拿到名誉币500个 各500个 三种币各500个 然后一张 崩坏之岛的任务卷轴 那这个任务卷轴 点选之后 他会变成是一个任务 那怎么解呢 他这个任务你没你第一天没解完就是隔日没关系他会继续直到你完成为止 他这个任务卷轴就是这样 你只要消耗100片叶子 你就可以去 他就会开启一个四川 那他会让你换取经验值 那你可以用龙转 去换更多的这个经验值 好 这个 活动很简单啊 活动很简单就是这样子玩而已 然后他就是你要注意一下那个时间 进去的时间要特别注意 他是礼拜五礼拜六的9点半到10点半 只有30分钟 30分钟是这样分配 这个要10分钟 就是第1回合10分钟 第2回合也是10分钟 第3回合也是10分钟就结束了 非常快非常快 好然后下面这边的话 有这个随机到掉落这个道具 第1阶段的雅丁大陆这个里面他会随机掉落一些 东西要除了这个古代硬币之外拿到最多基本上就是 三种硬币 那他这边还有其他这个道具 这个消耗品就还好 就是你看到你可能也不会特别 你也不会特别去留意但是稀有制作秘籍的话就 非常少见了 那boss的话其实也不见得会打到啦 boss也不见得会打到因为你可能10分钟还没完你就跑到下一关去了 那第2个也是一样基本上都是拿到荧光硬币跟三种硬币 好那其他就是看几率 最后这边的话 看运气啦 因为通常有可能撑到最后boss还没死 因为玩家会先pk嘛 玩家pk过了 最后才会是轮到boss 那这个特别要去注意啊 如果说你们有先讲好说 那我们今天就先杀boss 如果有先讲好的话那当然是ok 但是 通常第1天会啦 第2天第3天大家就开始强保了 然后再来 古代巨人的 这个脸还有什么巨大的蛋 凝结水晶 他掉落的东西在这边 这个大家再去自己参照 他有些部分是会让你变成这个 变身 他要强制变身这边 古代变身卷头 直接把你变成巫妖 黑豹巨人 或是屠龙者 这个都有 很多 那这个都是一些增加游戏趣味性的东西 好那这个就是 这个崩坏之岛的部分 再来我们看到 这个黑骑士团的这个箱子制作啊 明天开始制作有蛮多东西的 你可以看一下 这边是植物啊 上面这边都是制作植物 限量制作 限定然后 几率制作的植物 但是你要注意他都是 受祝福的 然后这边所有的这个制作 的这个数量都是 351个 一般的这个摄物袋 那他是几率制作啊 每个伺服器有这个限量 看你要制作哪一个在这里去做这个参照 那我想大家比较注意的是 暗黑骑士的技能了 所以 这边也 也有列出来 极限防守防护这个复仇者 然后暗黑之晕的复仇者 这个都是 然后 还有这个 下面这里 反击这个也有新出来的 帝国召唤这个也都有了 然后再来我们看 暗黑技能书就是 宏记的部分 这个是暗黑骑士的技能 他有不死之咒 极限防守 还有暗黑之眼 这三招 那都是 这三招的话 他就是 百分之百制作但是你要注意一下他每个伺服器都有限量 都有限量 那一次的话就是402个这个一般的 这个袋子 算下来大概是36000多赚 36000多赚 还算可以了但是如果以小编来推荐的话 第一个我会建议你先做不死之咒 好那暗黑之眼 跟极限防守这个就看你 看你自己的需求了 这个的话我是 我可能会 推荐 如果你有他的话这两个招就一起一起买吧看有没有机会但是 不死之咒 这个一定要先学 这招比较实用一点 好那其他的话大家再自己去看了 就比较没有比较特别的地方了 好那以上的就是这一次的这个6月19号的活动介绍 那如果喜欢小编的影片或者是有任何问题的话呢 记得在影片底下留言给小编知道我会随时回复你 那也别忘了按赞跟订阅分享给你的朋友那我们 影片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我们下次影片再见拜拜 by bwd6